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呢我们要上宣教学第六课 为什么不宣教 不宣教的借口 我们分享过 我们有一个顶线是神的祝福 而这个顶线的祝福呢 就带来一条底线 这个底线就是神祝福我们所带来的责任 很多人以为啊 执堂是宣教 其实呢执堂不是宣教 按照巴陀生牧师他所讲的 一个宣教在教会里面呢 一个宣教的负责人呢 他最少在外面有五年宣教的经验 宣教呢 是不是容易的 要学对方的语言文化和历史 比如说啊 在法国有零点四的基督徒 那如果要在法国宣教呢 必须要有训练 否则啊 失败率高 当然了 首先 宣教士呢 是和主耶稣的关系 所以我们训练呢 要学对方的文化 各国啊 有各国的文化 还有呢 我们要训练宣教的历史 其实做宣教士是一条孤单的路 但宣教士 宣教却是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责任 宣教的工作就是为一般的弟兄姐妹预备的 什么叫恩典呢 恩典就是神的大能 借着神的爱 变成我们的帮助 我们曾经分享过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专词 来表示海外跨文化的工作 那宣教这个专词呢 被偷掉了 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就是 为什么不宣教 不宣教的借口 第一个很多人说不知道 第二个呢 很多人是不愿意 好像约拿书的约拿一样 上帝叫他往尼尼威去传道 他不愿意 他的心和神的心不一样 神的心不愿意万人沉沦 但约拿呢 不愿意敌人得救 所以是不愿意 有些人不宣教呢 是为什么呢 是说我想做 但我不知道如何做 那我们如何来做宣教呢 有几方面 你可以自己去 第二呢 你可以来祷告 为那些宣教士来祷告 第三呢 你可以金钱来奉献宣教的事工 第四方面呢 你可以支持他们 其实每一个信徒啊 最好最少有一次跨海 跨文化的工作 这是非常棒的 我们为什么要支持宣教士呢 因为很多的宣教士 海外的宣教士 很孤单的 他们从教会离开之后 前往宣教工厂 很多弟兄姐妹 就没有与他们联络 我们很多时候 少了三个字 How are you 所以呢 他们觉得很孤单 所以我们要祷告 去金钱 奉献 还有支持 这四方面都是我们可以做的 还有 有些人为什么不宣教呢 说我太软弱 另外有的人呢 是说 哎呀 本国的教会很需要工人啊 还有一些人呢 不宣教的借口是 代价太高 宣教的代价高 这个我们不能否认 谁说 跟随耶稣的代价就不高呢 只要我们使耶稣的门徒 跟随耶稣 代价都是高的 但是最终我们相信 上帝的祝福 超过我们所受的苦 感谢主 好了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愿神赐福您 我们下期待